1986年4月26日 淡地时间凌晨1点20分 位于乌克兰普利皮亚纪市郊区的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 一次内部测试正在第四驱进行 当时核电厂内一共有176名员工 而在三公里外 4万3000名居民正沉浸在梦乡中 他们不知道 四分钟后 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就会发生 当晚在核电厂内进行的 是对于反应堆的自我供电系统的测试 当安全系统撤出后 实验展开 不料 各项指数开始呈现异常 功率大幅上升 核电厂地板开始颤抖 反应堆1200吨重的顶盖 在强大气压的作用下被瞬间喷入高空 一股超强辐射气流震发 在核电厂方圆几百米释放油和石磨 火花从裂开的缺口四散喷溅出来 携带着溶解的辐射粒子喷下几千米的高空 天空一瞬间呈现出奇异的颜色 然而这些看起来美丽非凡的云层 其实已经被冲上高空一千米的放射性物质所污染 在接下来的几天 几周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 这些云层会随风飘散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上空 然后继续向西 甚至飘到北欧的斯堪迪纳维亚半岛 很快 欧洲上空仿佛笼罩在一层可怕的死亡阴影之下 随着那一声巨响 八吨多重的强辐射物质 混合着炙热的石墨残片喷泊而出 大量放射进物质外泄 并且向四周扩散 之后 一亿公顷的土地即将遭受污染 主要集中在现在的白俄罗斯 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地 而在核电站周围 放射机量高达每小时两百轮勤 超过正常水准的两万倍 现场的温度超过两千摄氏度 核电站屋顶飞上半空 墙壁坍塌 两人当场死亡 经历过这一切的幸存者 几乎都会用同一个词 描述当时的场景 地狱 清晨一点半 普里皮亚集市消防局接到电话 消防员整体出路 然而 他们当时穿的是普通的消防衣服 没有采取任何防辐射措施 第一批赶往现场的消防队员 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 以烈火活动 他们喷洒无数吨的水 想突灭这场怪火 但火势却丝毫没有减弱 他们全部暴露在致命的核辐射当中 当晚两名消防队员就已死亡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还有28人丧命 他们是切尔诺贝利的第一批受害者 到了早晨 云层已经被冲上高空 一千米的放射性云柱所污染 伊格科斯丁是新闻社的摄影记者 那天早上 他的一位直升机驾驶员朋友说 愿意载他去切尔诺贝利 伊格科斯丁当时只知道核电厂 夜间发生状况 他是第一名亲眼看到核电厂 裂开洞口的记者 糟糕的是 摄影记者伊格科斯丁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飞机飞到第四驱上空时 他为了取得更好的画面效果 竟然打开了直升机的窗户 在镜头里 废墟升起的烟雾稀薄透明 其实他们具有高度放射性 伊格科斯丁的摄影设备 很快全都卡住了 他以为是电池没电了 所以只设法拍了12张照片 回到基辅后 他开始处理照片时 才发现底片也出现了异样 与此同时 近在咫尺的普利皮亚纪小城里 还很少有人察觉到什么异常 天亮以后 四万三千名居民们 与往常一样 开始了一天平常的生活 到了下午 普利皮亚纪城里的居民们 开始传说核电厂夜里发生火灾 并已有人死亡 影片中的白色闪光 使底片遭到放射性污染所致 街头开始出现 带着防护面具的士兵 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 开始扩散 军人记下辐射毒树 可是彻离令尚未发出 孩子们仍旧在外面奔跑玩耍 他们对自己身处的危险毫不知情 空气里飘有混合着金属味道的酸味 之后人们才知道 那是放射性点的味道 正常大气中的放射量 是0.000012轮勤 而这一天 在普利皮亚纪 刚过中午 毒树就已经高达0.2轮勤 也就是正常值的15000倍 到了傍晚 辐射值急速攀升到 正常值的60万倍 面对如此高的辐射数值 负责检测的军人 怀疑机器有问题 不然就是有人说谎 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 反应堆还在燃烧 辐射还在继续扩散中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 一支侦察队被派往 核电厂基地测量第一批数值 他们第一次测量到的数值 记录在这张地图上 在这惊人高辐射之下 人只要吸收15分钟 就足以丧命 这时布满放射性粒子的云层 已被风吹往北方 来到了白俄罗斯 与波罗的海上空 到了28日 这些云层飘到了瑞典上空 这一天 位于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内 原定准备举行音乐会 一支来自瑞典的三人小乐队 应邀了表演 而大使馆的职员 也正忙着准备工作 就在当天下午三点钟 大使馆电话的铃声突然响起 是瑞典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 电话里说 在瑞典的多个地区 监测到不寻常的核辐射 怀疑来源是苏联境内的核电厂 可否马上 28号 周一早上11点 在事故发生三天后 苏共中央政治局 才第一次开会商讨措施 最后 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 达成了一个妥协 按照美国核事故 透露信息的比重 即以三分之一的比例 对国际社会 进行一个比较模糊 且缩小化的报道 当天 瑞典大使馆的音乐会 如期在晚上八点钟举行 应邀出席音乐会的 五十多位各国外交官之中 有一位是苏联外交部 负责北欧事务的官员 瑞典外交人员 反复追问有关情况 但是他的回应总是 我们没有任何消息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 就在当晚九点钟 苏联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突然播出官方 就核电厂事故发生 在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томной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произошла авария поврежден один из атомных реакторов принимаются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помощь создан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但是报道出来 每 coupleach 也是 都打扮了 什么 疾病 ห е